如果說他找到北思科案件相關的彌目 相關的仗射甚至相關的細節 而只要當中跟柯文哲有關 各位這就一箭雙雕囉 因為屆時星光可以確保他的金銀犬不會被爭奪 而賴清德也可以拿他的手刃他的首要敵人 也就是柯文哲這一連串的組合拳 很顯然只有一個字就是要殺到底 這個背後到底有什麼故事 本來那是絕對有高人指點嘛 那講白了 你我請問一下喔 今天檢調桿大動作搜索 各位你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兵分十八路 請問一下這個要誰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檢察長 你一定要到檢察長以上的成績才有這個能力嘛 那檢察長他如果要去動員這件事情 我問你這件事情 他手中如果沒有足以確信的資料 他敢去做這種動作嗎 而且剛剛講喔 鄭明前才剛剛上任 現在北山檢的人馬正要調動 你如果現在有個閃失你什麼都沒了 對嘛你如果弄一個大烏龍 查了一個民間企業 而且跟社會看起來 表面上是沒有關聯性 表面上 那就弄一個大廚包 那請問一下怎麼交代 沒辦法交代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今天檢調要拿到這個sauce 要拿到這個solid 這個非常扎實的來源 唯一一個可以給他的是誰 就當然是內部人嘛 而且不是一般的內部人喔 是內部星光內部的高層 才有辦法去做這樣的動作嘛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 星光內部的高層今天如果說 我要針對吳東進開刀 那只有一個理由 你知道什麼理由嗎 經營權 瓜哥你不要忘了喔 把他趕走 吳東進請問一下 現在還是不是最大的持有者 不是 是最大的持有者 對嘛 因為他們改革派 當時是協同外資 甚至協同外圍的一些 我們講的零零種種 湊起來委託書 委託書 才把他給扳倒了嘛 所以吳東進請問一下 三年之後 他有沒有機會再捲土重來 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那我們要怎麼遏止他機會 就讓他進去蹲 讓他進去蹲之後 吳東進再也沒機會 所以他們今天講說 這個東西消息會踢爆出來 絕對是內部人 但我跟你講 的確剛才有一句話非常對 相裝五件意在配工 我們今天講 內部人可以去查賬 他可以去翻說 到底看看裡面 有哪些有貓膩 哪些有披露 但絕對不會是什麼 85萬的早餐錢 你去 吳東進 你去攤早餐錢幹嘛 你去攤隨便進貨的錢要 怎麼可能去攤早餐錢 所以我跟你講 調查根本是玩虛的 你知道真的死的是難言嗎 那個兵分1856的搜索 那我直接跟各位講 兵分1856搜索 他只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標的 可以讓檢察官有交代 也可以讓吳東進 直接倒在地上 你知道是什麼嗎 當然就北思科的案子 當然就是北思科 今天這個案子嘛 因為北思科這個案子 請問一下他是誰在 誰在當朝的時候所執行的 就吳東進啊 他在吳東進當朝那個時候 而且你的對口是柯文哲 對嘛 所以各位這才符合合情合理嘛 否則你沒有辦法去解釋說 我知道 他們是為了經營權之爭 所以內部人出來踢爆 想要讓吳東進 鐺鐺入獄 讓他再也沒有爭奪機會 但這跟檢察官沒有關係啊 這跟檢察長沒有關係啊 但唯一一個人跟檢察官 檢察長 跟他們的升遷 甚至跟未來整個定調 跟他們的仕途會有關係是誰 柯文哲 所以吳東進他真正倒大煤是在於 北思科的案件是柯文哲 所以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今天這個兵分18度去查 真正的主要標的 絕對不會是傑士堡的早餐費 因為傑士堡的早餐費 那個就是所謂的爆料的依據 他絕對是板上釘釘跟你講說 他這個會有問題啦 還有什麼案件啊 全部送給檢察了嘛 所以檢察有資料啦 理論上檢察拿到資料就說 吳東進叫你來問問 我們拿到這些請問是否屬師 然後我們就把你收押了 不就這樣就好了嗎 幹嘛要去大眾搜索 搜索代表我要的東西不在這裡嘛 我要去找的是他案嘛 而唯一對於檢察長 唯一對於現在要打攤的賴清德政府 會有價值是什麼 當然就是北思科案件啊 如果說他找到北思科案件 相關的迷目 相關的仗色 甚至相關的細節 而只要當中跟柯文哲有關 各位這就一箭雙雕囉 因為屆時星光可以確保他的金銀犬 不會被爭奪 而賴清德也可以拿他的 手刃他的首要敵人 也就是柯文哲 所以你說說這比划算 實不值得 而且今天這個時機非常微妙 是早上總統府才通過這個覆議案 送去等於說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要提到立法院去提覆議 結果今天下午就收索了 對嘛 這就是全面開戰的意思嘛 當然我給你覆議案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還有一個重點 賴清德不是說我提覆議案 也不是卓榮泰議案 是賴清德批准卓榮泰進行覆議案 換言之這件事情的格局已經全部改變了 是我以總統的高度跟身份 要來跟你所謂的在野黨開戰嘛 那請問一下在野黨包含誰 是總統來修黑 不是行政院長來修黑 卓榮泰只是一個代位行使者 否則我們坦白講 大家都知道行政流程 我們今天要覆議案 本來就是要跟總統批准了對不對 那你幹嘛還特別要強調 放一個標題大致說 總統批准卓榮泰 所以換言之這不是卓榮泰要發動的 是賴清德要發動 所以你配合所謂的 包括我們講的清鳥行動整個全面下鄉 包括現在點名這個所謂的柯文者 也有可能這個北思科案 會攔起他最大的波濤 這一連串的組合拳 很顯然只有一個字 就是要殺到底 是 這件事情真的太快了 今天看到檢調單位 兵分十八路幹嘛 搜索約團無東西 你想對 到底發了什麼事 你是不是整個北思科的 北思科的這個所謂的貪腐出來了 沒有 他說是因為星光晶 星光晶在這個板橋 他們有一個星光劫子堡 這個是酒店市的管理 這個地是他們的 蓋是他們蓋的 營運是他們營運的 以前很少說這個民間的公司 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要這樣大動干戈 你兵分十八路 而且你第一個人就直接 約談他的前董事長 怎麼可能直接的打到這麼高層 那今天數字更微妙了 現在出來最新的數字是 這中間的差額 他不是想說有灌水嗎 灌多少錢 85萬 對 我們先來講一下 星光台灣五大家族 星光目前的名義上的掌門人 吳東進 竟然被搜索 被約談 被帶到了四吊處 然後待會要移送新北地檢署 大家想說這件事情 搞這麼大 要收押禁戒嗎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強制處分 現在搞到這麼大以後 大家一直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星光一直以來都有在各地 包括台北的信義區 包括天母 包括其他的地方 都弄解釋寶 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東西都是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地 我們家來蓋 我們家來出租 對 所以我不會賣掉 我不會賣掉 這都是我的東西 出租的 對 是租賃式的酒店式公寓 非常的高級 結果沒想到 因為這個事情 竟然被檢調給盯上了 被盯上之後呢 把它給帶去約談 我們就問了這件事情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跟北市可以有沒有關係 他說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關係 你弄到這個這麼大咖的 前金控的動作 後來數字出來了 我們就想說 他一定是弄了幾千萬 弄了幾億 上億吧 對不對 不然怎麼辦到他 最後答案出來 8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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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名目是什麼嗎 因為他是酒店式公寓 所以呢 他早上呢 會有提供早餐 對 提供早餐 因為他們報了85萬 可是呢 他們說他們當天來講的話 那一個禮拜 都沒有那麼住那麼多人 所以他們覺得 應該食材 早上的Buffet應該只有17萬 你服報了5倍 哪有這樣子的 我哩咧 你知道星光金有1500億嗎 他個人應該有幾百億 你因為80萬 你去壓他 你去扣他 然後呢 我們再回頭去爬梳 他這一個檢舉 這個內部檢舉 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不是最近喔 兩年前就有人去檢舉了 兩年前 兩年前覺得說 哎呀這個應該跟這個董事長沒有關係嘛 你的這個酒店是公寓 你上下起手 你這個食材 你要一路怎麼簽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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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星光人壽的董事長這邊 很難想到吧 不是動作也太大了吧 可是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兩年前需不需要辦星光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你那85萬對他們來講 Saba 調查局辦一個85萬的 但現在需不需要辦西光 他們可能覺得有需要 所以兩年前的檢舉 就拿出來了 這是兩年前的檢舉 兩年前就要辦了 他一定沒有想到 竟然會因為一筆85萬的賬 兵分18入 兵分18入 而且非常多的 心腹 都一起同案 這個脈絡是非常特別的喔 不是說你一路千層上來的 他這一次被帶進去 很多都是吳東進的心腹 所以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當我有需要辦的時候 任何的檢舉 就算是兩年前 兩年前我都沒有覺得說 這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需要的時候 那就是有個問題 兩年前85萬 你是在說什麼 一個金控1500 但現在需要辦他的時候 85萬 好大的金額 所以我要辦 沒有什麼不能辦的 對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回頭來說 如果他真的被這個日記錄卡住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可是你有沒有這85萬 而且兩間 他辦得下去嗎 辦得下去 可以辦得下去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開口 你一個破口打開了之後 剪掉系統 就可以長驅而入 我除了查你這85萬 我旁邊可不可以順便查一下 當我的帳策打開了 你不會只看第一行吧 你整本都把它看完 然後呢 你這個東西 東插西扯 你這個錢到底是怎麼來 你重點不是看這85萬 重點是把85萬的旁邊 全部看完 拉拉拉拉 要是不小心拉到了其他的案件 檢察官跟司法警察 有一個天職 我發現不法要主動偵查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被插到其他的東西 例如北市科 例如其他的案子 那會不會又槓上開花 會不會又把它搞得更大了 那北市科還在辦嗎 北市科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連政署 他現在最重要的KPI 連政署現在要跟調查局 連政署最重要的工作 對 要跟調查局一拼上下 如果今天來講的話 連政署他能夠在北市科這邊 有所建樹的話 那從此以後 我們都講到什麼 減掉減掉減掉 以後就是減聯了 以後就沒有調查局的花了 所以連政署在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放掉 他不會放掉 但是你換一件事情想 會不會就是因為 他在這件事情上面 需要一個破口 所以兩年前的檢舉 我撈一撈 有需要 我就拿來辦了 只要把這破口打開之後呢 吳東進跟星光會進入到什麼 會進入到檢調 我就可以去查吳東進所有的賬嗎 這當然可以啊 因為金流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不是你說了算 金流哪一個勾機哪一個是 檢察官說了算 檢察官說了 你要來回答 如果回答不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槓上開花 就跟樹枝圖一樣 一直拖到 無邊無盡 所以呢 最後勝存摸瓜 會摸到哪一個瓜 很難講 所以你覺得 他是相裝五件意在佩工 因為這個金流太奇怪了 人家有千億生價 你給他辦一個85萬 你檢舉兩年前檢舉 你那時候都覺得沒事 你現在突然覺得有事 突然為了85萬 兵分15路 兵分18路怎麼想 都覺得奇怪 好好說 因為你跑了這麼久的檢調 你跑了這麼多的司法 這件事情也太奇怪 他到底幹嘛 敲山證虎 他要證哪個虎啊 那麼對於一個 超過2000多億的這個 等於說企業呢 那麼為了85萬 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聞所未聞 18處搜索 17個人約談 然後吳東靖呢 因為這樣還移送 這個地檢署去復訊 這個真的是聞所未聞 或許 或許他的背後 是不是還隱藏了更多的東西啊 你知道嗎 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9月的時候呢 那麼因為吳東靖 因為新光人壽投資失利 那時候他被拔除 被金管會停職嘛 其實後來在11月的時候 2021年11月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林楚音 曾經在立法院呢 財政委會呢 進行一個質詢 他質詢說什麼 他說 他直接質詢那時候 金管會主委 黃天目說 那麼為什麼 他接到檢舉 說為什麼 吳東靖已經下台了 他還可以5度 那麼召開相關的這個 包括金控啊 旗下公司的高層會議 他還可以召開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那時候這個金管會主委 還解釋了一大堆 還說要讀懂 那麼去調查啦 寫報告等等啦 那你要知道哦 那麼當時 那有這麼一段了以後 隔年2022年呢 金管會就划了300萬 把這個星光那個 那個花了300萬嘛 那現在又說 為了這個等於說 這個板橋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85萬 這個本來傳出來是說 為了興建那個過程當中 是否有弊案嘛 上下其售 85萬 如果今天是8500萬 或是8億5000萬 我就相信 85萬 我覺得可能 可能簡單了一點 那為什麼檢調 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你明明知道這個社會輿論 會質疑啊 我覺得他後面還有文章可以做 文章可以做 後面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這個案子 還在辦 你知道嗎 檢調單位 肝冒大不會 去動到了吳東進 就表示他十拿九吻才會這樣動 他如果沒有十拿九吻的話 他隨便就針對一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 我們金融業的一個 這個重要的這個 之前的一個老董啊 就進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他一定會被批評嘛 所以我覺得85萬 只是一個棄子 棄子 為什麼呢 後面那個金字塔的頂端是85萬 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 我們看不到的 到底要辦什麼東西 這才是他今天這麼大動作 18處搜索 17個人約談 最後 我說交保金融可能都不只85萬啊 你知道嗎 交保金融可能都超過85萬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虎頭 而且這個案子不容許虎頭搜尾 這個案子如果虎頭搜尾的話呢 新北地檢署呢 一定會被輿論批評了一塌糊塗嘛 所以我們等著喬 所以你說這算是新北地檢署直接跟吳東記 show head了 我覺得後面才是 他們隱藏在後面的檢查單位要辦的東西啊 才是如果只是85萬 如果就已經掌握了 我問你為什麼要搜索18個地方 對 原產17個人 可見他18個地方裡面 他要搜索他想要的東西 這才是重點 他用這個理由去搜索 他想要的東西藏在這18個點裡面 那現在呢 搜索來了以後呢 根據調查局辦案的經驗 這18個地點所搜索的東西即將會在未來半個月之內 立刻由調查官立刻進行解讀 有沒有檢查官要查的東西 金流還是其他東西在裡面 這才是重點 否則已經知道是85萬了 何必大張旗鼓搞那麼大的一個動作